中华彩金牌 午安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来 注意看我们今天的标题 因为这个标题非常非常的重要 各位我们首先看在我们右手边这个标题写说 步步为营 然后转折1 5月7号 转折2 5月15号 然后做好调整的动作 我这要稍微解释一下 事实上在台北股市 1014点 102点的时候 当台股出现步步为营的时候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把握这个机会做好调整的动作 那听我的话大盘会拉回 虽然那个地方很多人跟你讲 股市会涨得让你难以想象 或是很多人会跟你讲说 邮政劳退基金300亿代差出炉 然后有人跟你讲外资还有5000亿 我都义无反顾的讲真话给你听说 当你看到这种所谓的步步为营 它叫做施数 也是三白兵的一种衍生形态 它叫做施数 第一根第二根都是具白色实体 就是大红棒 可是到了第三根的时候 它接近第二根的收盘 那么接下来连续三天都有留上引线 那么这个叫步步为营 它唯一的答案就告诉你 大盘要拉回 我讲得非常清楚 那个阶段我提醒大家说 当你看到这个百年战法当中 有没有 你看到这个空方的修正符号 叫做步步为营的时候 最后加速的三根当中都留上引线 那我说请你听我的话 赶快把握机会 那先 反正万点以上就卖了 我当时讲得很清楚 各位如果你在上次没有卖的人 那这一次机会又来了 为什么先这样讲 我记得我跟各位讲过说 这一波的多方转折 它的时间应该在五月七号的附近 在五月七号附近 但是我先跟你讲 这是反弹的讯号 我很清楚跟你讲 这是反弹讯号 那我们讲 反弹跟转折有什么不同 反弹的意思是因为说 股价跌升而涨 这个叫做反弹 股价跌升而涨 这叫反弹 那这没有改变过去的趋势 那转折呢 它是比反弹更为强烈的一种 它是有改变过去趋势的观念跟意义 那我先讲这是一个反弹 所以说在这个所谓的上针轨道 当时我说四个现象 第一个来到压力 由来你淫事点会打回来 打回来在这个地方会先 在五月七号的时候会先看到反弹 有没有 先看到反弹 然后我说这地方看到反弹之后 那接下来下一个转折 就是转 下一个反转就叫转折了 这个叫反弹 那过去我们讲说过新高通常会见到三种现象 追价意愿降低 套劳卖押出容 短线巧貌客下车 大涨及拉不追买 拉回转折占买方 过去这个阶段我一直跟你讲 你只要万点以上就卖 你只要万点以上就卖 那拉回转折你可以把卖的买回来 这最多只是告诉你做这个价差 然后我说万点行情见到步步为营 连续三日都留上线 涨幅缩小 代表的是什么大盘拉回修正 多方趋势未变之前拉回转折再占买方 那接着跟你讲说你看三大法人关股在这个地方 到了昨天还是站在卖超 如果你把这个数据统计出来 画一条移动平均线 你会发觉非常有意思 几乎在八大关股行顾 我们国内的这些基金 这所谓政府的基金 你会发觉把这个 把它卖出的讯号 接着跟台股的收盘画出一个符号 你会发觉很有意思 会出现一个什么讯号 会出现一个法人在这边 关股在这边卖 会出现一个什么讯号 很奇怪 它只要九千八以上都偏向站在卖方 它只要九千八以上 这是九千八 它都偏向站在卖方 那什么时候大满回来我不知道 但是很清楚跟你讲 盘是五月七号就会见到多方转折 但这个转折 我已经初步讲得非常清楚 它是一个反弹 为什么是反弹 我先跟各位做报告 为什么是反弹 因为大盘的趋势跟结构 在主要的主力的趋势跟结构 跟技术面的补量动作 我们没有看到明显的是反转的动作 只是看到反弹 因此我们提醒你 这地方还是会震荡 所以当时你如果在第一个阶段 1014点你没有去卖出人 那这两天的反弹 你还是要选择站在卖方 我讲得非常清楚 你看我在万点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说你赶快站在卖方 很多人告诉你一想不到 这地方会多好 然后劳退基金会出来 外资买了五千 还有五千亿要进来 结果等到跌到 前几天大跌的时候 大家都不敢讲 脸色都铁青了 我跟你讲说 五月七号附近要转折 我讲得非常清楚 好 这个转折 我刚刚已经跟你再做解释了 它叫做反弹 不叫反转 反弹跟反转不一样 反转是要改变过去就有的趋势 反弹只是因为跌升而涨 这叫反弹 那为什么在这边 这是属于反弹呢 为什么这边还要整理呢 各位你看 从加卷指数周线的角度来看 过去上万点的时候 上万点的时候 各位有没有看到 在接近万点上万点的时候 量能是多少 量能是多少亿 先让你看一下 那这一次过高的时候 量能是多少亿 这个叫量价背离 我都拿事实数据给你看 再给你看一个东西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当中 前几次的万点 所形成的高档的量能是多少 是多少 这一次来到这个万点旅游一下 它的量能是多少 因此为什么就要整理 它答案就很简单 因为没有市场买盘新的资金 那你再看看八大关股行库 八大关股行库外资 外资是每一天都买 外资每一天都买 买了1160亿 八大关股行库每一天都卖 每一天都卖 卖了294亿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很有意思 你把这图形用一个指标线 把它做出来 你会发觉 只要在这之上的时候 八大关股行库都是卖 卖了294亿 那把这点数抓出来 几乎算起来应该是98 应该这地方看起来是9810 9820这附近 反正这附近以上 政府都站在卖方 那或许它能看到什么东西 或许看到国际这波的股市 是资金堆砌而成的 那国外有很 国际股市有很多都开始修正了 那台股有可能资金会串移 会拉回去或是外逃的时候 那股市会有一些震荡 那可能政府有看到一些东西 我想一个大的庄家 他一定比你看到更多东西 那我只是诚实跟你讲 过去万年的时候 我跟你讲 闭着眼睛就卖 所有人都跟你讲好 任何人都跟你讲好 你自己摸摸良心看看 到了今天了 台北股市怎么样 再就开低开始走高了 我相信大家又开始跟你讲好了 可是我却告诉你 你要再度把握机会 各位上一次 你记不记得 台北股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这地方过万年的时候 15年新高的时候 我曾经跟你讲四个理由 我说我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讲得非常清楚 第一个 每逢过新高的时候 会出现三个讯号 第一个就是 买盘的追加意愿会降低 第二个就是 过去套牢的卖压会持续出荣 第三个是 过去在这低档买进的抢帽客 这个地方也会下车 这是第一个原因 为什么追加意愿薄弱 套牢卖压出荣 短线强帽客要下车 行情就会回档 这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在这边告诉你什么 在这边告诉你说 它正好来到上升轨道趋势线 有没有 来到上升轨道趋势线 告诉你 从所谓的股票市场来讲 它有一个东西叫做 股票市场来讲 有一个叫做获利三大要素 第一个叫方向 第二个叫节奏 第三个叫旋骨 方向告诉你 上升轨道趋势 节奏告诉你 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节奏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都应该站在卖方 也就是说 在压力区的时候站在卖方 在支撑的时候站在买方 所以这两天 导播照近一点 照这个地方 我说即使它回来 我就开始跟各位讲 你不要杀低了 你真的不要杀低了 这地方如果你真的不会 你来找我 但是我说过 这个地方不叫做反转 这个地方叫做反弹 也就是说上去之后 还会再下来一次 那个时间点 我想我过去以来 如果你看 把年站法的投资朋友 我也不用跟你吹牛 到底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站在卖方 什么时候跟你讲站在买方 日期在哪一天 大家谁准谁不准 我想扪心自问 我们也不去争 也不去比 我们平静静静 讲良心话 那只跟你讲说 这波反弹 过去债券你没有卖出人 你还是要把握这个机会 因为市场的真正 中长线的买盘力量 没有进来 这地方或许有两种力量产生 一个短线的抢贸客 因为低了 又重新的再抢一次 因为过去债券抢的时候 上去卖了 这地方拉回到所谓支撑 他又开始买了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这种 断融资的换手 或是融资 或是所谓的换手的力量 他着实的 会有一些成绩的力道出来 可是都不在新的资金 也没有看到新的资金进来 今天709亿 预估成交只有998亿 这盘还在修正 那只是说 道具院本来就是会弹 这个我讲真话 我都是提前跟你讲 如果说 你在这节目当中 你看到我过去在今天 讲这些东西的时候 当时拉回来的时候 我拿出这张 沸泼南西系数 就开始告诉你了 你要注意了 这一波台北股市 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地方告诉你是压力点 卖出点 拉回到这 跟你讲沸泼南西系数的时候 就开始帮你算了 你过去高点 万点以上 闭点金都卖 我讲过了 那个趋势一定往下拉 四个原因 记不记得 只要每一次过新高 买盘追加意愿降低 然后过去套牢卖压 持续出荣 短线巧贸客下车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 来到所谓高档的一个 所谓反压区 压力区 在所谓方向 节奏 特别节奏这一部分 应该选择站在卖方 这个节奏 这边都站在卖方 这个节奏 这边都站在卖方 好 第二个 是告诉你压力 这个拉回 那第三个 债卷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八大 关股 行库 债卷是不断的 不断的 不断的站在卖方 那第四个 告诉你什么 那个地方出现一个叫做 步步为营的符号 告诉你要拉回 但是现在呢 现在跟你讲说 到了转折的时候 那就请你不要杀低 可是明后天拉起来 请你跟我一样 你要准备做部分的持股 获利卖出的动作 我们卖出了 再来换股操作 那我想这个地方 一定是提醒你 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你看很多人 在跌的时候 就跟你讲多悲观的言论 在大涨的时候 就跟你讲希望无穷 我们从来不来这一套 我们就是很务实的 跟你讲说 过去以来台北股市 一路上涨 就跟你讲 这个地方 我们全部站在买方 这个地方 全部站在卖方 我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呢 在这个阶段当中呢 转折的时间 天数 它的日期 我甚至都把你计算出来 都大胆地在之前跟你讲 像在昨天晚上 我在前线百分百 也是跟瑞涵 跟聊的时候 聊这行情 我讲说 他跟我说 可可大哥 那五月份行情怎么看 我说很简单 四月份行情 记不记得我跟各位怎么讲的 三月份行情 各位想想看我怎么讲 你看哦 这个是三月哦 记不记得我三月份 跟大家讲 是一个英文字母 V 有没有 一个英文字母 V 有没有 我跟你讲是一个V 越初高 越底见高 越中见低 是一个V字型 到了四月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是一个打勾 这四月初 有没有 这四月初 这四月初 是一个勾 有没有 是一个勾 有没有勾 到最后都勾起来了 五月份我跟各位讲 是一个圆圈 一定有 有人问我说 圆圈是怎么样 我写给你看 为什么是圆圈 在这地方 我跟你讲 圆圈是什么意思 来 五月行情 是一个圆圈 这个地方叫做修正 这叫反弹 这我在前线百分百 我有讲 这个叫做修正 这叫反弹 就是说 五月份行情会先修正 弹 修正弹 就像一个圆圈这样循环 各位 如果你真的想在本年 你真的想在股票市场 成为最大赢家 我觉得 百年战法 这三本书 你一定要学会 其实我真的不夸张 我讲这个盘 我讲了16年 这一波什么地方高点 叫你站在卖方 昨天开始跟你讲 不是站在买方 但是我今天还是跟你讲 谈起来明后天 哪个地方的高点 你要做卖出动作 如果你想更深沉的了解 那下个阶段回来 我再跟你讲 但是在这之前 我要告诉你 最好的赚钱方法 就在广告当中 仔细看 我们休息一会 马上回到现场 哎 宝贝啊 我们赚点钱 你都存在哪儿 银行啊 而且是有账入存款保险 知道了 也不用怕安啦 那你知道存款保险 最高保额为新台币 三百万元了吗 我知道啊 然后不只是台币存款啊 还有外币存款 都纳入保障了 先生 你是放后说这个干嘛 我是想 想说我们差不多 可以结婚了吧 板田战法将教育您 钓鱼赚钱的方法 凡是先来参加 板田战法的会员投资朋友 我们将送您 板田战法的全套教材 那么同时也赠送您 一年的线上教学课程 让你真正把板田战法的 基本功完全学会 报名的预约赚线 0800-299-888 0800-299-888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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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爱你 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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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保护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冬天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吗 金黄色蓬蓬香芋乳 中性无灶碱 温和滋润 减少肌肤脱血 舒缓干燥 每寸肌肤嫩嫩又蓬蓬 做个真正的白雪公主 蓬蓬香芋乳 我爱你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有吧 嗯 烫乳北大哦 正光金丝高 不含戴克菲尼 不伤肝 正光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就任性的做天然扣 直催天然扣 吴戏林不做错 头皮零负担 法力超模 直催天然控 蒙8566直催起宝路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大麦 宵可除热 无咖啡因 爱之味不得 大麦萃取 只嘴巴 又买爱味 办理请人 你喝麦酒 我喝麦茶 爱之味不得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华财经台 欢迎再度回到 百年战法的现场 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说 在这个阶段当中 特别把基本功 用专业的知识 把它学得更加精准 我想在股票市场上 你要了解股市 掌握股市 才能够真正战胜股市 来我们讲非常清楚 这叫做趋势 这是一个趋势 来注意听 今天台北股市 在这边留了下影线 做出一个所谓反弹的讯号 那不要说今天 10月应该讲说 这个4月28号 台北股市在104点 我跟你讲步步为营 那我说大盘会拉回 接着我在一个礼拜前 我就已经跟你讲 5月7号这附近 台北股市会做出 所谓的反弹讯号 至少第一个转折 都一定会出来 那这个转折 我们就要去研判说 它是属于反弹 还是反转 各位我解释过 如果是反弹行情 什么叫反弹 因为跌升而涨 这个叫反弹 它没有办法改变过去 旧的趋势 但是反转 就是因为跌升了 而出现一个涨势的讯号 这个讯号可以改变过去 旧的趋势 比如说过去是空方 现在从空方转为多方 那这叫做反转 那我刚才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这两天持续的下沙 来到所谓上升轨道支撑线 那这个地方会出现反转讯号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站在多方 假使不是先出现反转讯号 而是先见到反弹讯号 那过去在一万零十四点 你没有卖的人 这一波反弹上来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站在卖方 各位我常跟各位讲 在股票市场里面 赢家跟输家有两个不同的点 赢家的人 他档数一定严格的控管 他即使碰到不好行情 他一定保守一点 或是档数少一点 他不做都可以 但是输家一定档数一大堆 追高杀地一大堆 好的时候拼命去买 跳进去买 不好的时候就砍在低点 然后乐中的时候就追买 这样子就是赢家输家对大的差别 如果我们从所谓 股市获利三大要素 方向跟节奏来看 这是一个多方 不用怀疑 节奏来讲 这个地方站在卖方 这个地方站在买方 你就把这个记起来 但重点是来了 那我跟你讲过说 其实104点4月28号 1014点4月28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没有人跟我讲法一样 大家都乐观啊 都跟你讲好 外资什么信用平等 每个什么八家联合调高 我说根本不用相信这些人 就看符号就知道了 台北股市就是要拉回 那拉回的时候呢 哇跟过去讲的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吭声了 甚至呢再跌到昨天 跌的连续跌很多的时候 连央行都出来告诉你 哇这个资金潮万一撤退 大家小心 各位央行讲话 你真的要听哦 我举个例子 在六年前 央行同样用昨天 新闻稿那些文字 那时候股市冲到蛮高的 后来跌得非常惨 央行这个单位 公信力比较好 不像我们有些政府的 这些局部首长 讲话是天天都在那边 奇怪 他的讲话都跟他们自己买卖的 是完全同样 不好的时候他去买 讲好的时候他就偷卖 真的很奇怪 但是央行讲话 各位一定要听 所以我会很清楚跟你讲 这个转折 这一次的转折 费波南希系数 这个转折 跟这个转折 跟这个转折 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我跟你讲过说 这个 这个短多的转折 它属于反弹 那下一个转折 属于反转 因此在这边我跟你讲过说 你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说 趋势理论他讲得非常清楚 趋势是由代表市场移动的方向组合的 是由一系列的短期的高峰 与所谓的谷底形态而组合而成的 趋势分为三种基本方向 一个是上升趋势 一个是下降趋势 一个是盘整格局 过去我们教过 哪三种趋势 这个叫上升趋势 这是做多用的 这个叫做下降趋势 这个是站在卖方的 这个是盘整格局 高低来回正的 高点不过压力 低点不过支撑 就这样上下来回正 那各位 我们到底现在是什么趋势 让您自己看一看 这个趋势 第一个它叫上升趋势 第二个 只是过去在一万零十四点 我还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是正好打到上升轨道的压力线 它要拉回 可是拉回现在 接近低档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 其实这个转折 如果明天 今天急杀的时候 不要收高 也不要拉起来 不留上线 明天再杀 我跟你讲 这波转折就出来了 但今天它先谈 因为大家 很多人都会走技术面 很多人都会这样 它先谈 好 先谈就不要预设立场 我讲过很清楚 如果在5月7号 5月8号 各位听清楚 行情是跌到这的 行情跌到这上升趋势线的 这个转折叫做反转 好 大家听清楚 那个就叫反转 那如果在这边 它是跌到这就开始先谈的 好 这个叫反弹 因为除非你这边是 爆量换手 好 除非你爆量换手 或是你这边出现的是 凹动量 那这个可以称作反转 否则没有任何反转讯号 它只是反弹 那反弹 结果是什么 如果先谈上来的时候 跟过去我讲的一样 一万点叫你闭着眼睛卖 那这几天低点 我是不是跟你讲 你可以不要杀低 可是接下来谈的时候 你还是要选择站在卖方 那如果是先谈 就选择站在卖方 好 那接下来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就在这了 这一次转折的天数 它是比较少的 可是下一次 如果是这两个天数 它就是变盘天 它就是变盘天 也就是说 如果在那边是 低档的转折往上转 那就叫反转了 已经不叫反弹了 它就会改变过去 这种空方修正趋势 转为多方 那各位你该怎么办 我想那个符号出来 你就一定要全力做多了吧 我想过去这一路以来 板前站反从过去 这一路以来 有没有跟你讲过 当今年台北股市 是一个上升轨道 上升趋势的时候 每逢这高点 我都有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选择站在卖方 每逢这个低点 记不记得 我都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大胆的站在买方 而且甚至每一次的天数 日期 我都帮你算得清清楚楚 不相信你看 我一两个礼拜 每个礼拜 或是一个月 大概四个礼拜 有三个礼拜 我上前线百分百 我都在节目当中 跟各位讲这些观念 然后你可以看 每一天连线 我都跟你讲 怎么样的看法 甚至我自己节目主持的时候 我都跟你讲 是怎么去面对这些 那各位现在讲得非常清楚 注意听 如果在转折天数 回到上涨的支撑 做出反转讯号 那个是要扩大 你做多的力量 跟挡数 那但是如果在这边 是为做反转讯号 而先做反弹讯号 那明后天 你还是要听我的话 在这边持股比重高人 你还是要做好 持股调整动作 我想百年战法 从过去以来 一直坚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不预设任何立场 我们坚持讲真话 台北股市赚钱 调整的机会又来了 如果说 你想在这边 成为最大的赢家 把基本功 把本事学好 到底这个阶段 台北股市这两天反弹 你该怎么做 如果未来拉回的反转 落底的讯号出现 你又该如何的去 掌握赚钱信息 想要成为最大赢家的人 学会反年战法的基本功 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 把你的本质学能学好 才会成为最大赢家 掌握股市 了解股市 才能够战胜股市 赚钱方法 节目广告中 自己看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本田战法将教您赚钱钓鱼的方法 凡是现在参加 本田战法的会员投资朋友 我们将赠送您 本田战法全套的教材 同时附赠一年的 线上教学课程 那么凡是今天报名参加 本田战法的投资朋友 除了免费教材完全赠送 赠送一年线上教学课程 凡是提前预约报名的前三名 我们将亲自由老师 帮您做免费的持股诊断 换股操作的动作 预约报名的专线 0800-299-888 0800-299-888 踊跃把握机会 本田战法 只要是现在参加会员的投资朋友 将送您本田战法全套教材 跟一年线上课程 预约的前三名 做免费持股的动作 预约报名专线 0800-299-888 古历三月二三是我们尊敬的妈祖师 寄求主比的妈祖 不必我们转家变安 万策畅奥奥奥奥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忘不了爱的滋味 爱滋味 我保你生气 我美方啊 先寻来体验 爱滋味 我保你生气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感谢害虫 小免灯隔热并没闻 新鲁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鲁一体电纹箱 鲁一保护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有力 我们都在科建